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家无忧角布局一直是长胜不衰的一套布局 我们前几次节目也多次出现这套布局 但大多数的骑手是把这个改成了大飞手脚 小飞手脚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赵岩的一个手法 挂脚 再一碰 小飞手脚应该说就是比较头疼这一手碰的下法 黑棋如果常规走这个 如果利益的话那白棋最满意不过的了 白棋管 自从李适时跟阿法国的人机大战之后 这个拍的价值被大家正确的认识了 越来越 大家越来越觉得这种拍的价值非常的大 一般来说很少现在有机手愿意在这里被拍一下 除非有特别急锁的时候才被人打 一般就有黑棋长 因为这手长对这边的辐射机 对中央的控制来说至关重要 然后白棋拆一个 白棋在黑棋的一个新加物油脚正势力 顺利打出一块 而且紫销非常高 现在的围棋越来越讲究这种速度和效率 像这种碰的手法越来越得到大家认可 尤其阿法国的出现以后 给人家给大家带来的一种思路的一种借鉴 就是棋的手法越来越紧凑 同样黑棋如果这次一间加反击的话 那白棋再二炉小飞进脚 假设再下成这样的一个定势 提了或者小飞 那无疑这两手机的交换明显是白棋便宜了 如果在这个局面下黑棋飞的话 白棋再碰了 黑棋肯定会搬 对白棋进行整体攻击 而不会做这样一个交换 这个交换由于下面都是漏风的 这里的实地黑棋非常少 所以白棋走的时候黑棋不太会走这个 白棋可以看成这两个交换先手便宜 如果黑棋假设尖 那白棋走这个 即使黑棋搬 从这个局部来说白棋碰和这个班有所损失 但损失的还是可以接受的 在可接受范围内 但黑棋在这时拆个二就显得有些不仑不类 首先这不是价值非常大的地方 肯定不如挂脚价值大 另外要走的话 黑棋肯定是要逼住白棋 瞄着将来这种点的手段 而这个对于白棋来说不痛不痒 而作为白棋来讲 就是做了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换 这个交换来说 起来是无关重要的 总体来说这部碰是先是黑棋硬手 实战黑棋硬法应该说是最常见的 搬 走 再沾 摆走这 接下去有几种下法 实战这个高挂 首先出自于当时李诗时和柯杰的一个三番棋里面 柯杰高挂 然后李诗时管 实战就是双方这么进行的 这肯定也是一种下法 当然还有别的下法 打入 这很明显有两个打入点 先选哪一个呢 打入这个 首先我们要先来制定一下这个战术 如果仅仅是破一块实地的话 比如说假设黑棋这边的话 打白棋有可能就算了 白棋很有可能就采取算的方法 或者吃或者贴 或者粘都可以 另外黑棋挖的话 白棋其实走成这样的话 白棋也是可以接受 白棋挡的话也是可以接受 并不亏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首歌这样 还是压一下 可以看成这样的一个首歌 怎么样来判断这个局面呢 大家有没有觉得跟这个旗形有点像 大家有没有觉得跟这个旗形有点像 对吧 像这样的话 下成这样 应该说双方无不满 黑棋打入 白棋走这个 黑棋能下成这样的话 应该是黑棋比较满意 因为在这个局面下 白棋肯定是会退 而不会走这个 走这个应该是在这个局部稍亏 但随后黑棋这个地方滋补 这也是正常 下到这里应该是正常的 随后黑棋这里是往后缩了一路 应该说是稍稍不利 但得失并不是太明显 但接下来白棋这两个交换 差不多 或者看成白棋先往这里放了一个子 然后黑棋往这沾一个 这两个交换应该说是白棋明显得利了 然后这两个交换双方无关紧要 黑棋稍便宜一点 白棋稍亏 综合下来看 应该说是一个大致两分 白棋稍微满意一点起 白棋满意是满意在布局阶段 续盘阶段就形成了后势 这道后势对将来全局的一个辐射 还是非常有作用的 而黑棋的全局目数相对会比较死一点 黑棋点的出的就是12 22 26木棋 再加这个手脚 而白棋对这个和这里的配合来说 喜欢白棋人肯定会更多一点 那如果打这边呢 打这边白棋就会压 走这个的话 白棋也许会考虑打棋在上面 这样的话黑棋多多少少写得有些无趣 这可能不是黑棋所预想的 甚至白棋有可能会打湿在下面 这白棋一带可供选择的招法非常多 当然现在黑棋最值得推荐的一个下方 是打入以后再打入 这先打哪边还是有讲究 首先白棋没有办法两边压住 两边压住的话 黑棋就可以寄出经典手段 再一扳 再两边一打 这白棋有点吃不消了 这其实白棋有点吃不消 这个已经成为崩溃状 白棋如果要跑这个的话 黑棋把这个抓了就行 走这个的话 黑棋就冲一冲 这上面全部都死了 这个图应该说是白棋不能接受 明显的重计图 现在哪边也至关重要 如果黑棋先打这边 白棋盖住 黑棋再打这个的时候 白棋肯定先把这个糊死 黑棋战士也拿这个子没有办法 换个角度看 这棋谁先打入 谁打入谁还不知道呢 这很有可能是白棋在这个局面 也是要打入你 而黑棋这里明显是亏损了 所以先打这个是关键 白棋走这个 黑棋 这是紫菊灭下非常有力的一个手段 随后这里的变化会比较多一点 白棋如果虎的话 黑棋会马上尖顶一下 令你十分头疼 白棋如果长的话 黑棋甚至还可以扳一下 这有些重复 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棋扳一下 这实地还是非常舒服的 白棋力的话 那黑棋就跳出 这尖顶到底下明显便宜了 所以白棋在这个局面下 一般会选择顶 顶黑棋肯定要跳起 如果在手脚的话 那白棋在尖或者压住的话 这里明显就先亏损了 跳出 黑棋在这里持得便宜 随后白棋点脚 走这个 白棋走这个 让黑棋作为一个选择 首先黑棋走这个的话 多少有些不满 白棋在飞 由于这里白棋铁厚 所以这一代黑棋对白棋威胁 并不是太大 而黑棋拐的话 多少也心有不甘 所以黑棋此时 有不少骑手发明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下方 是拖鞋 拆一个 它保留着这个斑和这个可能性 所以白棋来说 也不能让它保 白棋就把这个逆收了 黑棋顶 白棋顶住 这是一个基本两分的定势 所以黑棋要大飞挂 小飞挂的话 白棋很有可能会给你缓一个 这样的手段 这由于黑棋这块是太重 如果按照这样 如果像刚才这样模仿的话 顶或者虎 这被白棋给吃了 这黑棋受不了 黑棋如果盖住的话 那只能又被白棋施展 经典手筋了 这黑棋也有些头疼 那作为这个角度 白棋打入的话 黑棋只能扎低 那白棋再盖住的话 这手棋明显显得有些 欲速则不达 所以黑棋一般就大飞挂一个 白棋再手一个 这样的话应该是局面大只两分 将来白棋有这样的一个手段 但黑棋可以这搬了连搬 这问题也不是太大 所以综合下来讲 这棋应该说 黑棋这个大飞挂 应该是正常一手 像这样也成为一个 比较经典的一个布局套路吧 双方均可接受 实战黑棋选择是高挂 一方面先看白棋硬反 白棋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棋估计就顶过 搬 长 打吃 沾 就虎一个 让这里的后卫和这里的后卫相呼应 对这块进行扩张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而且瞄着时机 看白棋如果走这个的话 他再选择打入哪边 这里的具体的招法 先挂一个不亏 实战白棋这手拐 他是觉得这手拐 绝对有一手机架子 对于上边这个帮助 而且骑警都很满意 当时李适时也是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 黑棋脱腿 然后挂脚 这个思路也很 他觉得这走完以后 这下骑挂应该是便宜了 他担心单走的话 白棋会走这个 白棋方向更正确一点 而且拆这个 实际上白棋这部拆 在局后我们 我和赵岩摆棋的时候 赵岩觉得这手拆 价值还小了一点 可以考虑一件低加 也可以考虑拖了斑 拖了斑的价值也非常大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这上边其实白棋子的效率 木数还是很高的 黑棋再拆一个 他觉得这样 白棋再拆一个 这样大致形成一个两分的局面 这可能也是黑棋先挂一个的思路 它是防白棋拖 但作为白棋来讲 这样其实也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 白棋五 实际上白棋这个肯定小 至少应该拆得远一点 尤其黑棋在这个的位置上 就这里的黑棋的发展 已经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了 完全可以拆得远一点 白棋走完以后 黑棋一看这上面 肯定还想点办法 因为你这里上面 这个拆的间隔 还是相当大 打入 这个下法 我估计韩国骑手应该是有研究 这不打入的悬点 还是非常刁砖 然后思路还是按照这样了 应该是引进一项 在这方面有所研究 但实战白棋这个下法 就下得非常非常强硬 这棋我觉得白棋粘住 是令我有些惊讶的一首棋 我觉得这棋白棋 估计也只能中庸走这个 黑棋提白棋再打吃 这可能是正常的一个下法 黑棋再怎么下 估计也是只能先爬来做活 这做活白棋还走在外面 赵岩还是十分重视实地的一个棋手 但这不粘 还是让我多少有些意外 我估计很有可能是想过头了 粘住这个 因为百灵杯的时间非常长 所以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 但我觉得这手棋的第一杆是走这个 因为从实战的一个结果来看 这步棋粘 直接是导致了白棋的一个被动 而吃的话 最多黑棋也就在下面活一点 白棋还是可以接受的 说到这 我们为什么会想过头呢 这个盘棋跟普通的业余比赛的用试 还是不一样 在这里我们正好介绍一下百灵杯的这一个规则 百灵杯是世界职业为止的公开赛 它每年也像业余棋手开放适当的名额 就像那个孟百合杯一样 现在孟百合杯和百灵杯都是像所有棋手开放的一个公开赛 不管你职业棋手也好 业余棋手也好 都能够参赛 所不同的是职业棋手可以直接进入本赛的预选 预选赛 而业余棋手需要先通过亡选 有16名棋手通过亡选以后 才能参加这个 那个预选 和职业棋手一块进行预选 可以分完很多组 而这盘棋就是赵延通过了亡选以后 获得了和职业棋手同堂竞技的一个资格 他第一轮战胜了一名职业棋手以后 第二轮迎战了韩国的尹俊相九段 要知道其实这个过程还是很不容易的 大家现在可能也都知道 亡选非常难下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亡选要出现是殊微不易的 而且和职业棋手 现在的职业棋手也非常厉害 尤其年轻的 而今天赵延的对手 尹俊相九段 曾经在很早的以前 就已经拿过韩国的职业头衔 而且这些年一直等级分排名在前十 随后扶兵役影响了一点状态 但他扶兵役归来以后 属于状态恢复的非常好的一名棋手 这就是非常了不起 很多韩国棋手扶完兵役以后 马上一蹶不振 除非之前能拿到世界冠军兵役 否则一平役毕竟停个两年 竞技状态一线的竞技状态没有了 就下降很明显 但引进相恢复的还是非常好 而百灵杯这个用时制度 也是非常有意思 它不像业余比赛 我们前几期节目也有介绍 业余比赛的用时是比较包干制 都比较快的最快的45分钟包干 最慢的也就是90分钟包干 即使有独秒也是10秒一次 20秒一次 而百灵杯的用时是 每方两小时25分钟 自由时间还有一分钟五次 这样的一个用时 其实对于赵岩这样的慢棋选手 就是非常非常适合了 大家要知道 赵岩是一个下棋非常非常慢 非常非常仔细的选手 用它自己的话说就是纠结性棋手 它在布局有很多一些选择的时候 在我们看来 一分钟就能做出决断的时候 它往往想个10分钟20分钟 特别喜欢想 特别能想 经常在业余比赛中就上演生死实数 最后一两分钟 还有一大门 还有很多很多棋没下 然后它尽管不超时 但很多时候也会亏损 当然它在时间紧的情况下 能力也是非常强 经常会凭借着时间短 一分钟对人家一个小时 然后把棋给逆转赢了 所以本势也是非常大 但到了这个职业赛场上 这种慢棋的赛制 对它来说是如玉得水 它前半半可以慢慢地纠结 而且即使进入独秒 还有每不止一分钟 用它的话说 它实在太喜欢这样的赛制了 但在这盘这种布局中 它可以时间多小 但我觉得在这个局部 它多少有些 就弓张得太满了 悬拉得太紧了 然后这棋就有点过分 我们看一下它过分在哪里 然后打吃盖住 随着黑石斑 就是白石已经这里 发现有点扛不住了 扛不住最大的原因 就是白石肯定不能退 退被黑石打破 这个白石大失败 只能走这个 黑石打吃 白石如果长的话 黑石毫不冲出 这跟刚才那个图 就刚开始我们摆的 那个研究图 有相当的类似之处 白石如果吃 黑石断打 这A B两点 必得其一 白石崩溃 如果走真的 被黑石穿出的话 这就比如一把匕首 直接把这个心脏一花为二了 这个肯定不行 实际上赵炎沾的时候 肯定想好这个下法 让黑石拔走花 他判断拔走花 并不严厉 比如说这样的话 这白石无疑大成功 但关键是 黑石这个结将来会非常严厉 这个一打结的话 这个几乎白石就这个结不能打输 打输被黑石吃成这样 可能也不像样 被提了也 整个上面就已经不对了 这个结对白石来说非常非常重 尽管对黑石也有压力 但黑石可以围绕着这个结做很多文章 实际上黑石就来了 点脚 这次就黑石非常好下 黑石可以随时瞄着这个地方 随时引爆这颗定时炸弹 而走不损的 而白石这次就变得特别难下 一定要实时提防着黑石引爆这个结针 但这又不能说什么 我先去提一个 这被黑石连走两个的话 那肯定白石也不行 所以究其原因 我觉得还是这不粘过分 还是应该打字在上面 方才是正常分寸 实际上黑石就到处来挑衅你 要给你杀 因为只要一杀就会产生结财 这顿时这石就是下得非常的痛苦 退 黑石搬 现在作为黑石来讲 已经不愿意轻松地放过白石 白石搬的话 黑石如果引爆结财 引爆结针的话 那有些得不偿失 黑石安白石把这个结消了 黑石尽管这里有收获 但白石这个拆二 也基本上黑石也就是一些 木树上收获 而作为这里黑石 其实损失也是非常大 这个结针对黑石来说 也不是白来的 也有一定的代价 所以双方在这一带的一个战斗 都要围绕着这个结针 不能光看这个局部 所以白石来讲 一定要实时防着黑石 而黑石最好的一个办法 就是这里引而不发 一直逼着白石退浪 而获得一些便宜 加一下 加一下是好奇 加完以后 如果不加的话 白石一尖 局部是死奇 加完以后 白石如果利的话 黑石再走 如果搬的话 黑石要跳 因为黑石有这个利的先手 白石只能沾 白石尖的话 黑石一挡是火起 有利先手 局部已经是火起了 这是一个小技术 值得大家学习 白走这个 黑石一跳 这是白石的权力 黑石有局部是火起 不怕这个打结 这个打结的话 打输的话 白石损失也非常大 基本就能看成火起了 拆二 黑石一跳 黑石一方面平平淡 在这个局部 黑石本身就不亏 而且在这里也形成了 一定的模样 况且对这块 继续保持着攻势 白石先提一下截 所以白石来说 这种是个隐患 要想办法消掉 黑石挤 白石站 黑石再提截 实际上白石这首 其实应该是充满了 勇气的一首 可能也知道 影距像非常强 赵岩可能就是抱着 一个拼搏的态度来下 他如果觉得 继续如果这么忍的话 这棋显然是 实在不甘心 而且这棋 就是作为白石来说 形势还比较严峻 这部拐就是 比较拼命的一首 他的意思就是 我愿意再画一首 去削在这里 那这里你黑石来说 就是一无所获 在这里我此效就明显要高 影距像撂招了 碰 开始要制造劫材 他准备一截要打爆你 如果打爆的话 白石无疑又投了一首棋进去 但作为白石不走的话 黑石这个藏出来 这个也受不了 只能跟着在这硬 这白石随时要准备着这里 给黑石一把飞刀的机会 但黑石也不能损得太多 就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时 黑石可以考虑引爆一下 就比如在这引爆一下 甚至再交换一下也可以 等白石打吃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解引爆起来还是很有感觉 白石提 黑石吃 白石把这个抓了 黑石把这个提 这黑石还是有明显收获的 对白石这块攻击还是 我觉得黑石可以考虑这个图 实战黑石下的一个比较凶悍的下法 是直接虎 要白石继续亏 白石打吃 提 再吃 白石实战 看这个截 在这个再不能撑下去 再撑下去的话 越走越重 白石如果打吃 黑石跑 白石沾 黑石沾了就找挖这个截 这黑白石全死了 这肯定不行 进入对方 预料图了 所以赵岩这是很机智 把这个打死 消截 这实战后面一步棋 我觉得是有点 黑石有点过分了 黑石我觉得正常分寸 还是应该吃这个 白石走这个 这样依然是很难解的一步棋 黑石比如说 手个脚也可以 拆一个也可以 依然是难解一盘棋 实际上这首棋 我觉得是过于凶悍了 这一袋黑石 并没有想象中收获那么大 白石提截 黑石一搬 白石一吃 这搬本身是挺损的 因为截 黑石再提 所以白石轻松地转身 走这个 黑石打尺 黑石注意 黑石不能走这个 粘截的话 白石长一个 将来这一袋 白石一糊以后 有杀黑石的手法 因为外面 白石这里只要搬了一点 这个只要是后手 不用搬这个 这只要是后手的话 这一袋 很危险 就比如说 黑石这个是后手的话 就很危险 白石假设在这 只要多个子 这局部就死的 所以他一定要撑住 走这个 利用征子的有力 所以白石就把这个穿出 因为他综合这个得失 黑石在这里 当然收获巨大 但白石把这里的隐患 全部消尽 而且花了 走了两手棋 又来黑石损了一手 这里又走两手棋 从综合来看 我觉得这个转换 黑石提截有些过分 而且这里黑石没有拿出 最好的一个造结的手法 应该说局面至此 那个白石已经挽回了 布局的不利 但局面依然很胶准 还是差不多 黑石走这 慢慢下 隐军像的棋 应该说 还是非常全面的 随后局面 点三三肯定是最大的 党 经常有人问我 这个点三三 大概有多少目 这是我们可以点一下 黑石如果走这个 白石一尖 黑石一走 将来黑石的目数 一二三 十三目棋肯定没问题 而白石点完以后 这个利应该是白石的权利 可以去挡搬砖 这是白石权利 黑石刚才的十十一 十三目一目都没有 白石增加了这八目 九目十目 至少十一目 这个点三三 应该在二十四目左右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大 在局面外 没有再比这个更大的 局面至此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简单的形式判断 黑石这块十目肯定强 这里十目也二十 这六目二十六 这假设全死的话 黑石五十目棋肯定没有问题 白石这一块是主要的扣 三十五目肯定没有问题 这块这里加这里十目四十五 应该说从目数上讲的 还是差不多 厚薄上讲应该是白棋 要稍微厚一点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盘 白棋略为有趣的棋局 拐下后 就隐军像棋实际上 走了两步 看上去没木的棋 但实际上还是很有它的内涵 两步棋对中央的一种木树 还是非常重视 说到影军像 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讲个影军像的小故事 给我印象深刻的一件趣事吧 有一年我们国务总理杯 世界业维尼锦标赛在韩国进行 比赛结束以后 我们大概就是韩国有一个活动 他们韩国对维持的推广和普及 非常重视 在就是在最最繁华的地方 就比如说上海的南京路 北京的长安街 在这个街头进行一个百位职业骑手的千人指导骑活动 就有100位职业骑手 跟1000个普通维持爱好者 只要你路过 就可以跟你下盘骑 下完一骑以后 再把骑具 骑子 骑盘送给你 然后我们这次 当时我们参加世界业维尼锦标赛的代表 每个国家有一名代表 大概总共有六七十个人 也有幸被邀请参加这个活动 大家说下不下无所谓 大家可以想下就下 不想下就不下 随后不知道谁使了个坏 所以说我们这个前几名 当然韩国协计是有除外 我们中国 日本 中国香港 中国台北 澳门 等等 我们一块去找一个人下 他一对十多面打指导棋 然后多浪点紫 然后他倒霉 不知道谁出了这个恶作剧 随后我们一群人全部冲过去 这个人正好是尹俊相 然后尹俊相给我们在街头表演了一对十的指导棋 其中有一个 我们不能点名了 就有一个 我们中国同胞吧 有一个就是 就是港二台的选手 他故意放了九个子让尹俊相浪 然后给他展示了各种各样的硬法 尹俊相这盘棋实在吃不下 让九个浪的太多了 然后在其他的一些队局中显示了非常强的实力 因为我们其他不是浪一些就会浪两个下 下到一半的时候他已经感觉有点不太对了 这感觉不是一些奇迷 感觉就是来闹事的 然后和我的那盘棋 我们下到最后实在太极的也只是封盘 所以路死谁说还不一定 可见他的实力就在一对十的指面下 还依然毫无惧色 所以这名棋手的功力 当时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然事后我们也跟他成为了好朋友 我们说这只是一个玩笑 当然也是为了充分证明你的能力 然后他也哈哈大笑 所以这盘棋无论让我对他的人品 齐品都有了很深刻的认识 好 我们回到棋局中 走到这个时候 打吃 随着黑棋搬 黑棋这是很简单 黑棋如果觉得走 这个被白棋一跳 这一首棋有关于双方势力消长 如果被白棋走的话 白棋这块就渐渐又有潜力的出现 而黑棋其实这里也就增加了石木棋左右 黑棋实际上应远把这个好点浪给白棋 也要把这个黑棋将来这下是先手 白棋只能补齐 或者班章补这最小 但班章补会有个收器吃 所以这也是先手 他认为这两个收器的价值要大于边少 当然黑棋走完这个 白棋肯定要拆二 白棋如果再走这个被黑棋走到 这就成为立体性的模样了 这就肯定不行 这首拆二 这时其实棋还挺紧的 首先白棋提了一下走这个 一方面也是引针 一方面也希望就是黑棋如果在这补一个 这棋白棋就慢慢下拆二也可以 再挑一挑 肖肖模样也可以 而实战黑棋肯定想一个高效率下方 引进一下是先走这个 想走这个 黑棋再盖住 高效率把这块空张起来 如此这样的话 黑棋很有机会 但实战这首棋 出现了非常非常大的失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白棋这时直接跑了出来 这我估计肯定是出乎引进向的意料之外 这应该说是一个勺子 他没有想到黑棋 我走了一个以后没有在引针的位置上 大家可以验证一下 打吃跑 跑到这个时候 无论怎么打也打不死 白棋这个子是在引针的线路上 而黑棋这个子没有起到反引针的作用 这被一走的话 顿时引进向我估计当时是一头忍汗都出来了 如果被走一个的话白棋一旦这块去逃脱的话 全局的后保目数就都不对了 实战我估计他已经开始一个大长考以后 决定拼了 飞 这其实是非常有风险的一步棋 白棋下得很理性 先打吃 沾 再拐吃 这一弹我觉得赵妍要给他打100分 下得非常非常冷静 而这个尤其是我觉得是业余齐少 要有这样的冷静是很不容易的 而赵妍在这盘棋中体现了他的一个风格 白棋提 黑棋跑 实战下面一手 可见赵妍的功力 他没有一味的去着急跑这个 因为他觉得这棋真的要跑起的话 这棋还非常乱 黑棋假设一吃 你要跑的话有可能一揪 真的跑就被黑棋挡下的话也未必便宜 他实战是走了这个 是你硬手 这手棋就很有味道了 黑棋如果在这扳的话 那白棋已经便宜了 这爬到一下 沾上 甚至白棋吃出来可以 他就像这样下 然后这有虎师掀手 因为虎掀手我们刚才交代过 这个角是不活的 这被一扳的话就已经不活了 黑棋走这个 白棋一靠 这局部黑棋已经死了 这白棋一个角这受不了 黑棋这里没长了几木器 白棋一个角受不了 所以黑棋这匙 不得不先把这个收住器 他就考验白棋 你要吃脚就吃吧 至少我把你这个全吃了 然后他照研这里继续展示他的冷静 先打吃 走这个 一走 黑棋为了杀这匙还只能沾 走这个的话白棋肯定也脱先 再说了 黑棋不可能再花一首提这个 黑实在只能沾这个 然后正是下面一首棋 估计大家都想不到赵岩会冷静到什么程度 这反正一首棋我觉得是充分体现赵岩实力的一首 挡 什么意思 他觉得这里我已经便宜了 我非得我无论是先杀你这也好 假如这我把你脚给吃了 你这个挡下 这棋依然很难解 这棋反而复杂 为什么复杂呢 我们要从全局来着想 全局着想 如果白棋走成这样的话 白棋吃了一个脚 但黑棋这里得到补偿 关键这个白棋还不一定敢杀出来 黑棋这一带厚了以后 这贴出来以后 很容易自然成空 而且白棋这里也薄味 实际上白棋他走了一个 他让你选 你要吃这好 还是要走这个好 让你选 你如果吃我这 我就把你脚给吃了 是的 你这里木树确实比刚才 防影这样增加了不少 但你都是干木 你其实也就增长了十木齐左右 而且后卫也就是这样 本来就厚的地方 再更厚 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地方 但作为白棋来讲 那白棋收获 这里我一点都没有损失 我白吃你一个脚 我这里的收获 可能要远远大于我这里的损失 所以他这里下得特别冷静 这不挡又是好吃 在这一带的战斗中 我觉得赵爷下得很明白 下得很清楚 没有给你绕晕 黑棋没办法 不吃 先只能先把这个脚给活了 慢慢下 然后作为白棋 这是在特别得意的 把这个长出 那这一带的损失 应该说是 黑棋难以估计 黑棋只能再走这个 出 黑棋再出 这个 这个计算对赵爷来说 肯定就是不困难了 对 白就简单糊死 这个计算 我觉得应该是不困难了 实际上这一带 杀器我们可以 稍微简单的做一个研究 如果尖 这肯定是最好的 把去沾 黑棋要收住这气的话 白棋随时一挤 这个就死 黑棋唯一的办法 就是要把你放出来杀 那现在这个放出来杀 这几乎是封不住 就继续你打持牵手 这由于自身太薄 封不住 而杀器的话 白棋 如果直接杀的话 这棋会是慢一气 而这也是白棋快一气 这是慢一气 这是慢一气 黑棋只要搬 就收 就慢一气 但只要白棋在外面 长处一气的话 黑棋气就不够了 白棋就比如说随便加一个 这长期根本没有任何困难 所以黑棋要想杀棋 首先要保证这里一带有子 有子的情况下 或许会有一点机会 但如果没子的话 这棋实在是太困难了 如果现在黑棋简单打吃了 把这个收一手包扎一下 白棋就比如说这吃一个 那全盘黑棋这个实地 根本没有办法去对抗 黑棋这块棋木 棋木其实都不到 将来半人只有四亩 十四二十二三十二四十二 点的最多四十二 再加中央的一点潜力 白棋呢这里 一二三四五六十二 三四二二七三三四 这块就只有三十五六木了 就客观地讲 这里的木树加上天木 已经抵黑棋全盘 而这里是白棋赢的木树 黑棋要在这里围的木树 跟白棋这块棋一样 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了 所以这棋黑棋 一定要有明显收获 就把这个粘出来 开始要杀白棋 但这个也只能说是想想的 这个白棋的头还是在外面 况且这里白棋 其实是铁厚的一个形状 应该说这个局部 对于尹俊相来说 应该是一个重创吧 它最最主要的一个起因 还是这部这个 这其实是我认为是一个勺子 被白棋跑出来以后 应该是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创 随后他想强劲把他护住 但又没想到赵燕这么冷静 这么灵活 下到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说是白棋胜利在望了 已经是 但后面引进一下下得非常的好 先把这个木树追上一点 随后对于这块棋要进行一个攻击 这必须要动点脑筋 这必须要动点脑筋 白棋不能下得太随意 白棋一走 其实白棋这手棋 我觉得虎一个也可以 这个应该也没有大毛病 因为现在确实比较好下了 黑棋白棋各种下法 都应该是可以有能下的 黑棋没办法 肯定还要只能攻打吃 这都是非常的下法了 再接 先把你分段 只有分段还有机会 一直先在这点 真的是已经是玩命的攻击了 白棋走这 再小接 我觉得引军下本来是一名非常稳健的棋手 把他逼成这么急也不容易 再一点 其实这一串黑棋的攻击还是卓有成效的 黑棋站 这一串其实我觉得白棋下的还多多少少有些草率 他肯定我觉得赵燕市觉得这块棋 其实做活 这棋做活还困难吗 但实际上被这点几下以后确实有点乱 因为黑棋还这一带有先手 这一级手其实还是引军下展现他的实力 点 退 现在这里大致半个眼到一个眼 关键在这里还要做眼 继续攻击 全是点在要点上 所以这个也是极度野蛮的一手吧 强行把他分断 因为这时思路很清楚 只有分断才有机会 下到这个时候 似乎黑棋有一丝曙光 但还是非常勉强 白这里下得非常好 搬这个 黑棋走这个 再搬这个 这几招是妙手 为什么说妙手呢 黑棋如果继续要 继续要走这个的话 那有点齐烈 其实应该发现白棋可以走这个 黑棋走这个 白棋可以先断 黑棋吃 白棋可以吃出来 打一个也没用 打一个白棋沾上 黑棋还是要吃 白棋一打吃 先冲了 一打吃还是能出来 所以这个 即使再有想法 这个子也不能先跑了 这个子再跑的话 黑棋直接崩盘了 所以白棋先搬一下是好棋 黑棋现在 作为黑棋来讲 现在只能通过这两块棋想办法 先把这棋放一放 先顶一下 白这个也是机密 这个走了以后 保证这个打先手 基本上就已经活进了 好黑棋光打吃这两下棋 其实就对这里关键有没有 这是最后一战的地方了 作为这个黑棋来说 应该说后半盘还下得非常的努力和精彩 将这块子缠住以后 应该说还是起到这两个子的先手以后 对这里有没有手段 这一代下来还很妙 先铺 估计很多时候还看不懂这什么意思 随后再一卡 它意思就是要这个先手以后收住你 如果你吃的话就上当了 再走这个 再一小间 这个时候这瞬间就逆转了 再一说黑棋快棋 所以这都是局部的好手 白棋 打吃 黑棋做一个 这时白棋就不能再跟着硬了 再跟着硬 假设如果点一个的话 这杀气就已经气不够了 打吃出来 这局面乱战升级 应该说这里黑棋搅的还是很成功 所以黑棋这里又连续施展好手 搬 打吃 再爬 真的是全是好手 白棋走这个时候 黑棋再冷冷一沾 要求便宜你 这棋棋有一点逆转的味道 白棋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棋这里有一扑的好手 黑棋有一扑的好了 局部成结肯定吃不消 白棋如果补这个的话 黑棋一做 这局部已经杀不了 局部已经是个打结了 这个时候赵燕也觉得不能再浪了 开始反击 贴 黑棋走这个冲 其实贴的话 暂时由于白棋这个黑棋气也很紧 而且这也不活 黑棋这时也不能软 如果假设我现在去做活的话 白棋这有个什么先手 一走这黑棋已经是崩了 这被夹死这肯定就不行 黑棋无论如何要继续跟白棋搅 走这个 这棋下到时候 我估计当时双方已经独秒了 这已经是双方都已经有点看不清了 再一冲 瞄着这个冲的时候 黑棋扳 要紧住你气 下得都狠狠了 再跑 加上这个拐式先手 黑棋还是很困难 应该说这盘棋下到现在这里 应该说是杀的难分难解 白棋也没有办法 白棋如果在这单跑的话 黑棋再一管 这感觉就要进入黑棋的调子 黑棋可以先管 白棋一走 黑棋再一管 这个黑棋就有点头疼 如果一旦进去 靠这个打结的话 这一局是完全搞不清了 这个图白棋不能接受 所以实际上白棋赵延 在独秒关键时候发现了好手 白棋可以先打这个 黑棋长 白棋冲 这一带的变化还是非常的复杂 但大家这就是非常关切 谁都一步都错不了 错一步的话就可能万劫不复了 黑棋走这个 白棋就打吃 黑棋沾 白棋这里冲出来 这个好像黑棋就顶不住 首先挡这个的话 估计不行 白棋打吃这个 走这个 随后千万不能松 白棋如果去走这个的话就被打死了 但白棋可以先冲这个 再打这个 也可以 甚至一定要紧住气 打吃这个 再打这个 黑棋都是正好不行 所以说加到这里的时候 黑棋多多少少也有一些 不走运 这里一带棋 搅得很精彩 尤其什么打了卡 再一扳 我觉得搅得已经很精彩 但在这个的时候 其实看上去 白棋这一带棋 是非常勉强的一个情况下 正好都成立 能够顶住 注意白棋这种东西都千万不能打 一打的话 黑棋一跑 白棋就没有硬手 所以实际上 打是唯一的一手 再一冲 这使我估计 尹君像有一点小小的绝望 正好都是不行 随后他也没办法 想半天只能粘住 这因为这种招都不行了 白棋就跟着冲出来 黑棋已经挡不住了 黑棋搬 白棋就是锐不可挡地往外冲 就往外打吃了冲 然后现在想纠缠这块 也纠缠不到了 没办法 只能先把自己站稳脚跟 白棋依然冲 这里照言显示非常强的计算力 黑的管 白棋继续吼 一步都不肯松 黑棋首先如果要阻度的话 那只能走这个 那可惜还是不行 白走这个 依然逃脱不了 被一断的话 直接就断给断死了 这个也只能说是运气 黑棋实在有点不佳 实际上黑棋下得很好 黑棋先顶 又是发一局部手机 白棋走这个 黑棋走 白棋冲 黑棋沾 然后走到这样的时候 白棋先把这个贴掉 这黑棋也想 肯定白棋会收这个 这之前交换了一下 白棋就把这个点死 黑棋这个多少有些无奈吧 实际上是走了这个 白棋走这个 就吃 白棋建好就收了 黑棋搬一搬 应该说这里 黑棋尽管有收获 但从整体 搅的一个角度来讲 并没有搅出 过多的东西来 综合来讲 这一块 至少是白棋 还是保证了 它的一个优势 实际上双方就进入 一个关子阶段 跳 我们可以来判断下 继续判断下形势吧 这黑棋搬在这 在这之前 双方 不好意思 这摆的 似续有点问题 白棋点 白充的时候 黑棋先搬了一手 然后白棋把这个点了 黑棋再搬这个 开始收 白棋冲 可以走 再打吃 白坐货之前 先把这些全走了 还是特别机敏 然后把这个走了 这都它看得清 就把全条看得清的下方 因为这里它很明显 这里有一个眼 黑棋如果要杀的话 这来不及 白棋可以有这个先手 这里有一个眼 这眼不难做 因为这里还吃着吃的下方 比如说白棋吃着吃 所以黑的只能先在这补齐 所以黑的只能先在这补齐 然后白棋把这个 先把这个 冲了 走 打吃 它先手分断了 不亏 然后黑棋这时就暂时先不下了 黑棋就只能开始收空 如果再走这个的话 白棋有可能要反攻倒算了 只能沾这个 沾 这是应该说黑棋唯一取得的 比较便宜的地方 如果沾的话 这就打死了 白棋只能忍耐 黑棋搬 搬起提 黑棋立 这是黑棋的收获 是个白棋跳 应该说是 黑棋应该说还是略有收获吧 这一单 半战 大吃 再吃 白跳 拖 这应该说是一个确定的收数吧 黑棋踢一下 白棋打死 斩 半战 半战 可以去粘一下 半 这大家都是官子动机非常简单的这盘棋 我们说到242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判断一下形式 白痴在一飞点 黑痴大致要粘 判断一下12亩 13415167089221224 3442 434445 5152 5354556758 68671 黑痴大概有72亩齐的样子 白痴有8901617819 2425620 3035363789 C42 5262 636456667 白痴大概689亩 现在还该白痴 黑痴要硬一个 该白痴下的话 应该是盘面黑痴烧好 盘面好两到三亩齐的样子 最后赵岩就凭借着 我觉得这盘痴 凭借着这里的一个计算 非常一个精确 随后最值得我欣赏和赞扬的 我觉得是这部痴 就这部白痴冷静的一首 充分体现它这个冷静 均衡的一种痴风吧 在此我们也正好想借这个话题 我们介绍一下职业和业余的最近的一些比赛吧 现在其实很多职业的赛事 向业余骑手也为公开 比如最早的阿罕同山杯 名人曾经也公开过一段时间 有一两年都会留给业余骑手一到两个名额 还有龙心杯也曾经向业余骑手公开过一两个名额 阿罕同山杯是国内一个快骑赛 它是向业余骑手公开最多的一个名额 共有16个 16个骑手有资格 16名业余骑手通过王选以后 有资格可以参加和职业骑手的预选赛 而世界线的一些赛事 比如说三星火灾杯 就是最早向业余骑手公开的 但中国骑手要去韩国参赛 中国的业余骑手要去韩国参赛 其实有很多手续的问题是非常麻烦 所以真正能够参赛的还是寥寥无几 几乎就是没有 而那个现在像百灵杯 孟百合杯 两项中国举办世界大赛 都向业余骑手有明确的一个公开 参加人数也非常踊跃 王选人数经常突破上千人 应该说深受中国骑手 中国业余骑手和骑友喜欢的一个比赛 同样我觉得随着这些年的一个发展以后 职业和业余的一个差距 应该渐渐在缩小 从最早的开始 我想上世纪90年代 可能差距在浪两子到两三子之间 到21世纪初 可能2000年以后 浪两子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浪先可能是在浪先和到两子之间 一个徘徊 可能是现在业余骑手和职业骑手 最大的最好的一个权势吧 我想职业骑手和业余骑手 本来就是一体 大家可以互相处境提高 相辅相成 这对大家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非常欢迎大家收看这次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